大家好,我是乐乐姐姐 嗨,小朋友们 今天我要和你们分享一个关于迅路和圣诞节的特别故事 在遥远的北极地区有一个神奇的地方 那就是圣诞村 这个村庄充满了圣诞的氛围 每年的圣诞节都会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加热闹 在圣诞村的森林中有一只特别的驯鹿名叫闪亮 闪亮是圣诞老人的忠实伙伴 它有一对巨大的鹿角 每当圣诞节临近时 闪亮的鹿角都会变得更加壮观 闪亮有一个特别的责任 那就是引领圣诞老人的雪橇 帮助送礼物给世界各地的小朋友 每当圣诞夜降临 闪亮就会站在雪橇的最前方 带领着其他驯鹿飞越大地 将礼物送到每个孩子的家中 但有一年 当圣诞节快要到来时 闪亮感到不太舒服 它的鹿角失去了光彩 它的鼻子变得有些发烫 闪亮知道 如果它无法恢复健康 就无法引领雪橇 让圣诞节变得特别 闪亮决定前往一个神秘的地方 叫做圣诞星之谷 那里据说有一颗神奇的圣诞星 可以赋予生命力和健康 它踏上了冒险之旅 穿越雪原 跨越冰河 一直找到了圣诞星之谷 在那里 闪亮遇见了一位神秘的圣诞星之守护者 守护者告诉闪亮 要恢复健康 它需要做一件特别的事情 帮助一个迷路的小男孩回到家 闪亮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当闪亮答应帮助孤独的小男孩时 他们一同踏上了冒险之旅 小男孩告诉闪亮 它曾经在一场大风暴中迷路了 不知道如何回到家中 它描述了家的样子 有一座温暖的小屋 满布绿叶和五颜六色的花朵 闪亮和小男孩穿越了茂密的树林 越过了湍急的河流 一起面对了各种挑战 它们在冰雪覆盖的地面上留下着印记 当它们经过时 森林中的动物们也加入了这次冒险 提供了方向和协助 终于当太阳快要西下时 闪亮和小男孩看到了一座熟悉的山丘 他们越来越接近小男孩所描述的小屋 当他们抵达小屋时 小男孩欢呼着 他知道自己终于回到了家 闪亮也感到非常高兴 知道自己完成了使命 小男孩的家中摆满了绿叶和五颜六色的花朵 这是一个美丽的小屋 小男孩和闪亮一同度过了一个温馨的夜晚 分享着冒险的故事和欢笑 第二天 当闪亮返回圣诞村时 他的鹿角恢复了光彩 他的鼻子不再发烫 闪亮准备好引领雪橇 帮助圣诞老人送礼物 在那个圣诞夜 闪亮的鹿角照亮了整个夜空 他带领着雪橇飞越大地 把快乐和礼物送给每个孩子 这个故事教导我们 圣诞节是关于爱和关怀 而训路闪亮的责任和善良的行为 让这个节日变得更加特别 希望每个人都能像闪亮一样 对身边的人充满爱心和责任感 让圣诞节充满温馨和欢乐 故事已经说完了 如果喜欢乐乐姐姐说的故事 记得帮我按下喜欢跟订阅乐乐姐姐的频道 还有分享 乐乐姐姐最喜欢会分享的小朋友了 让其他的小朋友也能知道这个故事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